我現在準備pre-wedding會食的餐單 我上次跟餐單 受到1kg的Fat 有沒有那麼大價 是嗎? 應該低B仔也吃到 如果你們失敗就是低B仔 其實這個是我的最愛菜式 又飲得又吃得 又要多蛋白質 連我都煮到 你們一定煮到 一個人煮的是 他們傑款 B 嗨 突然變成美食節目 但今天沒錯是一個美食節目 我今天打算煮我準備pre-redding的餐單 因為我是秉成這個小油為主 還有高蛋白質 你有看過我們上一條影片 其實我們就剛剛從大阪回來 上次大阪之旅除了去玩之外 我們最主要的目的是去pre-redding 我去pre-redding之前已經有控制飲食 但那時候的時間比較多 我差不多2月已經可以開始控制飲食 慢慢的瘦其實不是很harsh 我受不了吃雞胸 然後西蘭花姐就這樣白灑點東西 我自己就上網看很多食譜 還有我覺得主要你減油的話 都很大機會瘦得到 所以我上次跟那個餐單瘦到1kg的肥 然後我們在大阪吃過太多白飯 因為吃燒肉一定要配白飯 而且去到那邊就無謂對自己那麼harsh 但回到那邊就要控制飲食 因為很快又要再在香港再拍一輯 這個就是我們最後一輯 今天我是打算煮給大家看的 因為我覺得自己煮的東西都蠻好吃 那我今天就打算煮 月南春餃 還有一個蕎麥麵 蕎麥麵 蕎麥麵呢? 給我小助手出來 小助手麻煩 你不如我負責批這個紅蘿蔔 批這個紅蘿蔔 OK 死開 啊 啊 大家好啊 我以為是她的助手 我也不知道我是她的助手 還是她的助手 好 吃紅蘿蔔 好吃 是否好吃豬仔 基本上阿Dee 能吃的東西對我們來說 真是最健康 因為其實阿Dee在吃食物的圓形 不可以加入我的味道 是啊 阿Dee呢? 吃得有鬍子 好像開牛油果都充滿驚喜 現在來到智醬滷味堂的時間 我第一次包紫米卷 應該不會失敗的 一個低B仔也可以吃 如果你失敗就是低B仔 你也失敗過了 嘩 它很像點心龍裡面的那塊 是嗎? 是墊底的那塊 打開架底先 濕水 還有敷開Mars很差 OK 一塊生菜 其實幾塊很特別 兩塊 多點菜 你吃得多久就行了 一條三隻蝦 我這條兩隻蝦都可以 你喜歡 哎呀 蝦 哎呀 蝦 哎呀 好多啊 好敷啊 太多了 太多了 太貪心了 但是送給你 多謝你 果然我也不太多 你被你弄得太多了 我是不是要失敗了 好像有點難搞 師兄 我知道 先偷吃一些材料 原來 漏了這個步驟 對 這樣就好 剛剛好 我現在可以了 忍受了一點 不可以試一下 我第一次做牛油果 我之前全部挑撞 那些東西就容易處理了 哇 好好的 你看 牛果 紫米糕 不是 紫米糕 紫米糕 米糕 怎麼會太多 你真的不行嗎 考試嗎 碰一份卷 那份米糕 哇 食指都要健康 做爐作的嗎 我都說今天是智障爐味堂 你是智障 我是爐味老師 你是爐味 爐味雪 美爐 我經常說爐味 這個蘿蔔我想說超好吃 我平常不吃 剛才難怪阿Dee吃得這麼瓶瓶 好甜 因為要灑一灑才會比較甜 你看它剛剛在旁邊出現了一個鏡頭 吃不吃 你看 你一面又不吃 走了 我先吃一半 這麽大小已經可以了 這樣又可以滿足到偷吃的願望 沒有吃 未結婚就是偷吃 好像也沒有怎樣瘦 誰啊 那個紫米卷 嚇死我 我們也沒有怎樣瘦 Yeah 這個粗度剛剛好 對 沒錯 我包子很醜 我們一向不是走美食 大家知道 所以我不會斬頭斬尾 純粹是 OK 完成 我會混合醋 但醋是我自己發明的 因為我們沒有白醋 我就有蘋果醋 加魚露 少少糖 好少 真是給層次 然後加辣椒 就是這樣 創意料理 嘩 太多 試味 第一次用蘋果醋 很緊張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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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了 吃飯 這個米糍卷雖然賣相是媽媽的 但好像挺開心 吃之前喝這個 這次不是沾麵 上次我們吃的是沾麵的蕎麥麵 蕎麥麵你可以量吃 要不就做冷麵 但我覺得吃熱的食物會比較飽 是的 那我們就吃東西了 我先嘗嘗麵 蕎麥麵一定要沖水 我起初不懂 然後整天都沾著 其實要沖走它的澱粉 麵那股粉 蕎麥麵很健康 它的升糖指數較低 湯不用加味精湯 其實我們今天煮的食物都沒有油 最油是牛油果 牛油果都是健康的食物 教練叫我不要吃那麼多 但偶爾吃是健康的油 因為一個人沒有油的話 其實是會太誇張 我又未去到那麼極端要瘦身 所以我就覺得馬上牛油果開心一點 有油要沾著胃 沒那麼容易餓 而且我覺得OK 因為我們煮了那麼多 都用了大半個牛油果而已 很好吃 蕎麥麵 那個自己煮得很漂亮 其實我本身是個飯桶 其實你現在也是個飯桶 不用吃了 雖然我賣上我的味道 但我先試試味道 我試吃 它黏住了 嘩好像很出色 怎麼樣 醬汁可以嗎 這雖然很好吃 它有很多不同的口感 菜真的很甜 菜和公司很脆 芷米卷很軟 牛油果豐富很多 雖然它比較難包 但它的口感和質地 和其他爽口的有些不同 加上一塊會比較好吃 而且加了蝦好很多 因為它不只是植物和水果的味道 雖然雖然比較肥 但很健康 你看看你自己吃了多少菜 我最怕戒口吃到口淡淡 你會更加想吃 是啊 接著我就控制不了 但這些配搭 其實我還有煮其他東西 這個其中一樣 這個可以令我飽肚 吃的時候又開心 唯獨缺點就是要我有空才做到 因為你要自己慢慢爆 其實它也是煮東西 好像你一樣 你最喜歡煮我煮蛋 吃東西吃 你是不是想吃 不是 晚上更好吃 真的嗎 晚上是我最喜歡的三文魚麵豉湯 這個真的需要一試 但麵豉也是一些很不油的東西 健康的 我也想不到有朝一日會拍一個 關於控制飲食的一個主題 我也想不到我會介紹食物 好吃 但大家看它的輪廓 你就知道它究竟瘦了多少 就是我平時煮塊功勞 它經常有人一邊咬我瘦了 它在裡面馬上衝出來軟耀 對 因為我現在在家煮飯給它吃 所以我想想這個是不是贊給你 好圈可點 就是你煮飯 然後很難吃 所以我不吃 所以我瘦了 有人會認識到 哈哈 你晚上煮飯再拍給大家看 這傢伙超級無敵裝飲食 他說我們今集是關KEEP FIT 所以他現在才來玩WINGFIT 大家看到這個設定 就知道他第一次開這遊戲 哈哈 無緣無故我煮飯也要玩WINGFIT 敢不打扮 做運動 正裝飲食 認不住他的肥仔 這個肥仔 完了嗎 已經累得了嗎 蛤 這麼快坐下 發生了什麼事 是我在原地騎著玩 嘩 你不要那麼懶 站起來 嘩 嘩 全部都是東西 怎麼飛進去的 我發現 正想醃我的三文魚的時候 我叫你走裡面 全部都是蟲 起碼十隻蟲 不過不要緊 我已經洗乾淨的三文魚 印上乾 現在再醃過 大家驚險一場 我剛才下了兩滴而已 嚇死我了 否則今天就有很多脂肪 看到了 看見 哈 來到晚餐時間 我刺桃了 其實這個是我的最愛菜式 因為我很喜歡喝湯 然後又要做一個 又飲得又吃得 又要多蛋白質 哇 鴨 又飲得 又要吃得 又要多蛋白質 Sorry 平時如果我自己吃 它其實不夠吃 那我這次買了兩塊 一塊大一點 一塊小一點 然後我切了大份一點 其他材料的話 就是 菇菇 菇菇 過兒 日本菇菇 有一個是一定要加的 就是這個 白蘿蔔 其實真的超好吃 它會令到湯的甜度增加 我還在它的腳都切出來 什麼事啊 你今天我很不妥理 完全沒有做一個稱職的小助手 剛才有裝飾 我有幫忙吃的 然後這個是我們今餐的澱粉質 它平時不夠吃 這個湯是好好拌飯或拌麵的 這樣就糟了 我就用了薯仔代替 薯仔其實是我比較喜歡吃的白飯替代品 因為我一般的番薯 薯仔我就OK 因為它很容易可以用在松菜裡 那我吃 可以焗 可以 可以煮鹹 現在我們就煮了 來吧 煮三分鐘 最重要是麵糞 很好用 我還用了減鹽 因為免得太鹹 因為煮什麼有湯汁的都可以用麵糞 現在開始煮了 現在開始面試 OK 你呢面試 做個小助手要interview interviewsoup 煮完之後等些洋蔥都軟軟的 然後就可以下了 很吸引 我每次喝這個湯都會覺得很開心 我也覺得是 是呀 它最簡單 又快 又好吃 又好吃的湯 咕咕 是不是太多 我覺得你放完之後沒有放水 又切成了 我們每次煮餐都是這樣 喂 行了 不如算吧 好了好了好了 今次是我煮得最美 因為有鏡頭 平時要教其煮而已 我經常找到三文魚散散了 所以我今次切大一點 所以感覺不夠吃 因為吃完 咦 有魚碎 沒有一個淡淡的肉 沒錯 加水 魚湯其實要大火 滾了才慢慢細 要煮 這個是我在一天三餐學回來的 然後到它滾了 現在我就加麵糞湯 要加多少的 我現在都沒有加 要和開 要不然會和開 要不要輸面與人 是左手來的 完全沒有東西幫我 我只想幫你 你叫我做不到 好像不雪糕 位置都沒有 好 到你發揮 這個畫面很治癒 好香 接著加上薯仔 先滾滾 我們三份魚 製作了阿滴 你今天很多意外收餾 好像很好吃 我本身不太餓 但現在看到 夠餓了嗎 想吃 現在還未完成 應該要滾一會 但我試一下 試一下湯 對不對 我覺得差不多 那我現在就 小火滾 有一點點火滾 為什麼你要火滾 等一下 最後要加豆腐 對呀 Bloatine加一 怎麼了?果果 我們現在就 小火滾多幾個字 三四個字 其實它已經很夠味 我主要是滾軟一點薯仔 還有讓它的味道更出 然後就可以吃得了 出去煮食 連我都煮到 你們一定煮到 煮到 我們倒煮 好 好 很好吃 耶 吃飯 這個是 my favorite 耶 登登登登登 我要試一下湯 他說我們今天煮的最出色 哇 很多魚油 你看到嗎 是的 因為今天有兩塊魚 平時只有一塊 都不知道你吃還是我吃 因為我就不知道煮給我自己吃 平時 這次真的很濃郁 這次的魚味出了很多 平時麵糞味會更厲害 這次加薯仔 哇 100分 哇 湯有點質感 哦 溶了一點薯仔 嗯 出色 太好吃了 你看 平時幾乎不會出現一個完整的三文魚 我聰明了 我之前煮了幾次 平時是這麼小 我只切得太小顆了 很想喝湯 這個真的100分 蘿蔔剛剛好 爽爽的 洋蔥也很甜 洋蔥是最棒的 洋蔥就是負責用來 撒三文魚的味道 所以那時候是要跟三文魚一起煎 但又不要說生生吃 因為它的奧米加費也有油分 你看這個煎得多漂亮 嘩好漂亮 嘩是不是很漂亮呢 所以煎完之後沒有那麼容易產 因為我們剛剛在日本拍完 PREADDING回來了 但我們很快又要在香港再演多一輯 所以我們除了靠控制飲食 或者做運動 去保持體型之外 其實我們也會找一些產品幫忙 就是NewSkin的14日Starter Kit 它是一個個人化的減重素身系列 就可以幫我們控制身形 鹽脂 那它的14日Starter Kit 其實是有三個產品 就可以幫你素身 減肢減重 以及維持肌肉 我今早已經吃了Smart VIN 其實它早晚吃三顆 它主要是讓你可以改善了你的靜態代謝率 是用來做什麼呢 你不是在運動的時候 你的身體究竟有多少代謝率 就是你可以幫你代謝多少卡路里 就是這個靜態代謝率 那改善還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即使不動 我都可以消化更多卡路里 那早餐其實我就是喝這個M式的 一包包 它有不同的味道 平時是可以開奶 豆漿 或者其實冷水攪拌已經可以喝 其實它也是一個很低卡路里的飲品 那你就可以在吃早餐的時候 配合其他食物 你就可以增加你的蛋白質 那你又不用活生生地吃一隻蛋 教練鬧 是啊 教練說我 你要多吃些蛋白質啊 女兒 女兒是我選的 女兒是女兒 然後還有一件東西 就是叫My Edge 那它呢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吃午餐的時候 不是一人沖了一杯飲品 那其實這個只是一包這麼小的粉 你只要開200ml水 倒下去 然後吃東西之前喝 它就是幫你 叫做壓住你的肚子 讓你沒有那麼容易 吃太多過量的東西 真是炭控的 那剛才我們說的三件事 就是一個叫14天的Starter Kiss 那完了這個Starter Kiss之後 其實可以根據你自己的需要 混合和配合不同的產品 我選了這個 Snap Win 我今天全天都在說 如果吃得太寡的話 不就是口癢吃你不吃 是啊 那我就會吃這個Snap Win 其實它都是一包粉的 但是這個再好一點 就是它可以混在你喜歡的飲品裡 就是幫你指一指口癢 口癢的時候才吃 那我呢 就選了另一個 就選了這個 型控Lean S 那它有什麼用呢 因為我就沒有Cherry那麼勤力做運動 我主要都是控制飲品 剛才說過 那所以我就吃這個Lean S 它每次吃飯之前 隨餐就吃一次 每次吃兩顆 那Lean S有什麼用呢 它就可以幫你改善這個靜態的代謝率 就幫你打好基礎 配合一些我們低卡路里的飲品 或者做一些運動 就可以幫你減至 事半功倍 是啊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按下方的INFOBOX的連結 註冊做會員買這個14天的STARDA KIT 那如果你們覺得有效 想繼續吃下去 就可以參加一個會員訂貨計劃 就有六、五折 但是記住 這個產品不是就這樣吃就可以的 那我就會配合兩次運動的 每一個星期 那它就真的主要靠飲食多一點 那它可以加速我們的效果 還有幫我們快一點 健康一點 這樣去瘦身 還有我想說 真的有用 我們從日本回來都兩三個星期 就是吃了這個14天的STARDA KIT 我特意用INBODI去量 這兩個星期我體肢輕了半KG左右 我呢就多一點 我就約一KG 這次有產品幫手就減得多了一點 就是一點多KG 如果你逼得自己太緊 我覺得會有反效果 所以不如你就輕鬆地控制飲食 加用少許產品幫手 不需要太高壓 是啊 我還有煮多幾個不同的菜式 如果之後有機會我都會拍攝 這一個我最喜歡吃的 今天的兩餐 所以我就決定煮給大家看 之後有漂亮的照片就給大家看看 沒錯 很期待 大家如果在街上看到我們拍照 就恭喜一下我們 又恭喜你 到時我們應該會在一些有人的地方拍照 廢話 可能在街上 我會 希望不會太阻礙到大家 到時見 到時見 見會嗎 在街上 走 東西 不會太阻礙到大家 嘗 然後 坐 對 好